可乐 一个多么熟悉的词汇 如果你是1900年之后出生的小朋友 可乐肯定是你童年美好回忆的一部分 它已经深入了地球人的骨髓 甚至被广大网友尊称为快乐水 可口可乐和百世可乐 这两个卖糖水的公司 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商业大战之后 都成为了超过2000亿美金的商业巨头 现在全球每天有超过10亿瓶的饮料消费 都来自这两个大集团 它们到底是怎么样一步一步 走到了今天这个双雄鼎立的局面呢 经过了什么风云变换 使了什么招数 为什么古神巴菲特偏偏只钟爱可口可乐 今天咱们跟小林一起来聊一聊 这个史上持续最长长达百年的双雄营销展 1886年可口可乐在美国的佐治亚州诞生 它的发明者是个药师 所以最开始它是当成药卖的 就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喝的那种咳嗽糖浆 虽然挺好喝的 但也是个药 可口咖口咖 就是这么个名字奇奇怪怪的药 号称是包治百病 甭管你是头疼 肚子疼 养尾 消化不良 精神尾 你什么都能治 其实这个名字呢 也来源于可口可乐里的两种成分 就是咖啡因和可卡因 你看啊 一个是能让人兴奋快乐 一个甚至有点让人上瘾 再加上当时禁酒令早期在美国盛行 所以可口可乐呢 就变成人们的一个酒的替代品 成为精神的蜘蛛 当时就遍地大卖 到1910年的时候 全美已经有超过370家的装瓶王调 一战之后 1919年的9月5号 在一帮资本家的一顿操作下 可口可乐又成功的上市了 所以呢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可口可乐这前30年的发展 可谓是披荆斩棘 顺风顺水 一家堵大 你看可口可乐赚钱赚的顺风顺水 那肯定有很多效仿者和竞争者 百事可乐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百事可乐的创始人呢 叫布拉德汉姆 我们就叫他小布 小布也是一个药食 他在1898年的时候 就研制了一种味药 就是助消化的 因为pepsi 在希腊语里面就是消化的意思 然后他为了把自己这个味药 卖得更好呢 就把它弄成了一个可乐味的 也就叫pepsi cola 说白了就是可乐味的味药 1923年 小布因为炒糖的期货爆仓 导致百事可乐破产 申请完破产保护呢 这个百事可乐 就在那苟延残喘地活着 在接下来的八年里头 被各种人卖来卖去 卖来卖去 在1931年的时候又破产 但这一次呢 就被卖到了一个叫做 查理古斯的大哥手里 我们就把它叫做谷歌 其实这个谷歌呀 也来头不小 他当时呢 是美国最大的糖果连锁店 loft的一个老板 这个连锁店呢 一年就能卖掉 400万瓶可乐 最开始都是进可口可乐的货 但是就在他们的商业谈判当中呢 结下了一点小梁子 就让这个谷歌心里很不爽 他就一气之下说我买了百事可乐 然后就把自己所有这些连锁店里的 可口可乐全都换成百事可乐 他自己恐怕都没想到 就是因为他这个一气之下 竟然引发了长达百年的 双雄商业大战 好 说到这儿哈 两边背景基本都已经介绍完毕了 可口可乐这个老大哥 毫无疑问以先发优势1比0领先 其实吧 在谷歌收购了百事之后 百事还是那一副半死不活的样 甚至谷歌自己这边都快濒临破产 他曾经还想把百事可乐卖给可口可乐 但那时候可口可乐是不可一世 非常的骄纵 连个价都不给报 迫于无奈 这个狗急跳墙的谷歌 也是用尽了最后力气和钱 来使了一个绝招 而就是这一招让百事可乐一战风深 这招就是价格战 其实一直以来 可口可乐的定价都是5分前一瓶 竞争者 效仿者 也都跟着老大哥5分前一瓶 因为你想啊 他这些竞争者 要是万一价格定高了 那肯定没人买 但是如果订的便宜点呢 也不一定能卖得出去多少 因为可口可乐那时候的品牌效应 就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他们也都订5分钱 但是走投无乐的谷歌 他就不信这个鞋 他就想我要赌一把 我要降价 我不光要降 我还要对半砍 当时1930年前后 美国刚经历了大萧条 很多人觉得5分钱的可口可乐都太贵 于是百事可乐就打出了这么个广告语 同样的价钱 双倍的快乐 加量不加价 赶紧来抢购吧 当时还配了一个特别魔性的音乐 就那种 N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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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O就是5分钱的意思 这广告语甚至还被翻译成55种语言 在全球的广播范围内传播 直击人心的广告语 加上这个魔性的音乐 瞬间就点燃了市场 于是1933年 百事可乐就在美国和其他83个国家 开设了313家分店 三年之后 每年就达到了200万美金的净利润 转瞬之间 百事可乐从一个濒临破产的无名之辈 穿胜到全美第二大的汽水公司 而这时候呢 老大哥这边正忙着拓展他的国际市场业务 也不想被一个小喽喽 把自己的价格搞得乱七八糟 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也就没怎么搭理这个来踢拐的百事兄弟 此战之后 百事可乐正式进入了可口可乐的视野 打破了之前一家独大的格局 百事扳回一城 1比1 补充一下 虽说我们说他们是1比1 但其实那时候百事和可口可乐还是没法比 可口可乐大概能有40%的市场份额 但百事才10% 那接下来呢 就要轮到可口可乐老大哥出招了 那可真叫做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当时可口可乐的董事长叫罗伯特·伍德拉夫 这是个非常传奇的人 也是可口可乐整个神话的缔造者 我们就把他叫做老罗 1939年二战打响 41年美国全面参战 唐架飞涨 美国政府为了满足军方的需求 还限制了民众这边糖量的消费 这对那些卖糖水的饮料厂商 那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然而自古乱世出英雄 老罗此战一炮走红 他当时就利用自己垄断性的地位 就开始大肆地宣扬自己的品牌文化 和爱国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借助着在国际市场的这个产业链 竟然跟军方达成了一个战略合作 来给美国的军队提供可口可乐这个饮料 于是在艾森豪伯尔的要求下 老罗就发布了这么个指令 世界哪一个角落 不管我们的成本有多么的高 我们都要保证 美国的大兵能五分钱买到一瓶可口可乐 你看能跟美国军方达成合作 估计可口可乐乐得 鼻底泡都快流出来了 于是在艾森豪伯尔的允许和支持下 可口可乐就开始四处建厂 每天都有上千万瓶的可口可乐 被送到世界各地的美国军方手中 据统计可口可乐公司在二战期间 总共卖出了100亿瓶可乐 其中50%都是给军队提供的 你看美国士兵指定用水 这个小红瓶可口可乐 仅仅的跟爱国传统家庭绑在了一起 就让远在战场的一些士兵 一喝可口可乐 立马就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 你想这些人一辈子 都会是可口可乐的死忠粉 二战之后 1948年的时候 可口可乐的总利润达到了12.6亿美金 但那时候的百式可乐 因为县堂令的影响 还不及它的领头 只有2600万美金 你看老罗这一套军方合作 真的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不光是说当时的销售量增上来了 更主要的是 它把传统家庭的品牌形象 植入到 深深的植入到人们的心里 也给之后这几十年的品牌营销 打定了基础 可口可乐又一次甩开了 百式可乐2比1 你说面对可口可乐这么一波猛攻 那百式干着急干瞪眼 但就是没办法 大哥好你很 但是咱们说风水轮流转 二战之后 百式可乐又迎来了它的第二春 他想既然你可口可乐一直走什么 经典家庭这个路线 那我肯定不能跟你正面硬杠 我要另替西京 我打年轻人 首先百式大量针对年轻人打造了广告牌 我就随便说个意思 比如说年轻你就喝百式 百式新一代年轻人的选择 百式是给年轻人喝的 年轻快乐喝百式 既然针对年轻人 那怎么能少得了找明星呢 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 正好电视在美国开始普及了 所以百式就找了当时最红的 最火的 年轻人最喜欢的人 来打广告做代言 甚至当时百式的主席 还取了好莱坞的著名影星 叫Joan什么玩意儿 然后这个影星每次出镜的时候 就在那儿花式喝百式 这一招下来 效果是非常的好 所以百式后来也一直延续了这个策略 你看他都请过谁了 Michael Jackson 麦当纳 贝克汉姆 布莱尼 张国荣 王菲周杰伦真的是数不胜数 当然产品本身的包装上 也要针对年轻人大调整 比如说他就做了那种 螺旋式的特别酷炫的瓶子 还把商标加入了蓝色来 都是年轻人非常蓬勃 有朝气的颜色 口味也慢慢偏甜了一点 更符合年轻人的喜好 这么一整套营销做下来 百式就成功打造了 一个叫做Pepsi Generation 就让人们觉得喝百式可乐 它就是一个非常年轻 有朝气 叛逆自由这么一个形象 这两个可乐的文化和中心思想路线 也基本形成了 红方这边就是传统的 经典的家庭的 而蓝方这边就是自由的 叛逆的 活泼的 年轻的 当然这也形成了标签效应 就是你拿什么色的瓶 就能看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今天你要跟朋友去打球 你要拿一个红瓶 开始喝可口可乐 你都不好意思出门 百式这一套营销策略来的精妙 不光是因为说 它绕开了可口可乐主打的群体 更主要的是 它看准了当时的人口红利 因为二战之后 不正好是美国的婴儿潮爆发吗 你自由 组合拳一打 让百式可乐的销量一路飙升 1970年的时候 可口可乐在软饮市场的市场份额 是29.7% 而百式可乐追到了19.8% 终于经过了70年 百式可乐把自己拉到了大哥 同一张桌上 可以平起平坐 打完了价格战 走完了差异化 也请完了明星 这时候百式可乐终于可以挺起腰板了 决定和老大哥可口可乐 来个正面硬杠 1975年 百式出了一个损招 叫做百式挑战 这是个什么呢 就是说他找了一帮人 然后让他们蒙着眼睛 喝着两种可乐 然后问哪个好喝 结果令大家大跌眼镜 绝大多数的人都选了百式可乐 那百式一看 还不赶紧抓紧时间造文章 这销量也是一路猛涨 1979年 百式可乐市场占有率 终于第一次超过了老大哥可口可乐 领先1.4% 更要命的 可口可乐自乱阵交 一看这么个架势自己也急了 他发现这个百式可乐 比可口可乐要微甜一点 就自己也把自己持续了将近百年的配方 给调甜了一点 想去迎合大众的口味 这大众不光不买账 反而激起了民愤 就有很多人开始上街去游行 抵抗可口可乐新配方这个事 甚至把这新的可口可乐 倒到下水道里表示抗议 可口可乐总部的电话 也是每天都被打爆 很多消费者就跟自己 失去了孩子一样痛心 这都是我们从小到大 那么美好的回忆 你们把配方换了 你们把我们的信仰都弄没有了 甚至就有一些连可乐都不喝的 爱国者也开始出来抗议 就是这是我们的传统 就算我不喝 你也不准改 可口可乐改配方 惨遭滑铁炉 其实后来大家也慢慢的 意识到了一些结论 就是一般在盲测的时候 大家都会偏好那种更甜一点 更刺激一点的东西 但是你喜欢喝第一口 不代表你喜欢一整瓶 不管怎么样 百事可乐这么一个损招 第一次实现了比分反超 三比二 可口可乐很快就意识到 自己这次给搞砸了 他中那么个反应 再吃对也是意识到了 所以三个月之后 立马悬崖勒马 换回了自己的老配方 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么折腾了一通之后 可口可乐一上架 反而被大家疯狂的抢购 你说一样的配方 一样的味道 一样的快乐 销量就蹭蹭蹭不一样的往上涨 你说这消费者心里也是挺奇怪的 可能真的是失去了 才懂得珍惜 所以可口可乐又重新做回了 他可乐一哥的宝座 成功的扳回了一城 所以你看蒙上眼睛 大家喜欢喝百事 睁开眼睛你就喜欢喝可乐了 是不是正好又说明了 可口可乐它具有巨大的品牌价值 这也更坚定了 他们往后要走传统 经典 家庭 这种国民饮料的大众路线 这其实也是巴菲特 巴老爷子 一直钟爱可口可乐的原因 他从八几年 买了可口可乐 就一直持有 从来就没卖过 现在是他资产组合里 排名第三的股票 不光是因为他自己爱喝 更主要的还是看中了 他品牌价值 甭管你是百事挑战 千事挑战 万事挑战 我都选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 你可以把它叫可乐 但百事可乐 你只能减成百事 是不是 这个品牌价值拿捏的稳稳 所以可口可乐这边 就接着走 它的品牌价值这个路线 我也不用请什么大明星 我就是要给人们塑造那种快乐 舒适 家庭的这种感觉就OK了 比如说你看它的合作企业 像是麦当劳 AMC 都是那种合家一起快乐 一起看电影 一起吃汉堡的这种 欢聚时刻 不过话说回来 为了巩固它这个 深入人心的传统形象 这广告费肯定也是没少话 可口可乐应该是 现在世界上最能打广告的 公司之一 每年的广告支出 就有40亿美金 当然在这么一顿 品牌价值的塑造下 可口可乐在可乐一哥的位置上 就再也没有动摇过 甚至还培养出来了它的2D 就是Diet Coke 减肥可乐 就是不肥宅 你也可以很快乐 而百事只能屈居D3 所以可口可乐在品牌这 成功的 再进一程 4比3 但是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可口可乐 在可乐这个战场上 算是守住了 百事就想了 饮料这我干不过你 但我可以农村包围城市 在其他领域实现全面发展 其实早在1965年 百事就跟乐事 合并成了叫百事集团 然后开始拓宽 其他商业领域的发展 之后百事还一度持有 我想肯德基 地胜客 Tacobel 这种连锁性质的快餐店 现在很多家喻户脚的零食品牌 其实都是百事集团旗下 2020年 它所有的营业收入里边 零食占了55% 真的是全面开花 事实上 如果我们看2020年 这两个公司的全年营收 可口可乐这边有330亿美元 而百事这边达到了700多亿美金 整整是可口可乐的两倍有余 但是可口可乐品牌这边 是狂甩百事可乐 连续20多年一直都是全球最有价值的品牌之一 截至2021年6月15日 可口可乐的市值有2480亿美金 而百事可乐有2050亿美金 可以算是旗鼓相当 不分伯众 经过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惨烈角逐 可口可乐变成了可乐界的一座猪目狼马 而百事发展成了临时界的一片草原 这两个公司的世纪大战仍在继续 持续了百年的世界商业营销战 可口可乐的死忠粉 就你笑什么 应该 不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